失业了该怎么办呀 今年的经济形势呀 真的是非常的差哈 很多人都说呀 这个疫情放开之后呀 这个经济就会好 实际上这个经济呢 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差了哈 现在已经有统计数据 失业人数呢 已经超过了6500万了 并且呢 每周工作超过一个小时 他就不算失业 这么算下来呀 这个6500万里边 是有很大的水分的哈 你们有没有看到新闻说 很多失业的男人 他们都挤满了 星巴克不敢回家 大学生呢 今年毕业也有超过1300万 这些大学生呢 一毕业就面临失业 很多985211毕业的大学生啊 很多只能过去送外卖 甚至送快递 还有很多人去找工作呢 发现连老板都在找工作 很多重要企业的老板 都已经破产了 很多个体的老板呢 都干不下去了 选择去跑滴滴了哈 越来越多的地方 像深圳这些地方 已经全面开放地财经济 连上层啊 都在继续调整式和策略 让这些人呢 能够自食其力 可以灵活性的就业 有一份工作呢 可以赚点钱 这几年负债的人呢 也是越来越多 很多人呢 陷入了抱怨和消极的状态哈 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哈 外界的大环境啊 我们根本改变不了 我们唯一能够改变的 只有改变我们自己 积极地调整心态和思维 失业了 再也没有那么着急的工作 让你去做了 不正是自己好好学习 提升自己的重要机会吗 趁年有了大把的时间 去学习商业自为 学学人性 学学营销 学学做短视频 学学社交的能力 提高一下个人的格局啊 眼界 找到自己 能在当下这个时代 真正适合自己的定位 在能够保住自己 基本生存的前提下 给自己两到三年的时间 在一个领域里边 把自己打造成专家 假如你在一个领域当中 有别人替代不了的价值 试想 你害怕自己 没有利坠之地吗 你害怕在这个世界上 赚不到钱吗 这个时候啊 往往是投资大脑 学习 成长 掌本是最佳的时期了 需要注意的是呢 一定要借交借造 千万不要求快啊 但凡能够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挣到的技巧之材啊 永远不可能长久 更不可能成为你的匿名之本 所以学习啊 充实自己啊 掌本事啊 永远是在失业这个阶段 最主要的内容啊 所以呢 收起你的沮丧 你的颓废 你的消沉 去学习 让自己快速的成长起来 寻找一个自己适合的发展方向 是尤为重要的哈 我是一个从来没有失业焦虑的人啊 因为我回顾了一下呢 我的所有赚钱的能力 都是基于我是一个学习成长型的人 我从来没有依托任何的机构 给我发工资 养我啊 因为我的所有能力 都基于自我学习 自我成长 我不会失业 因为我随时随地都在创业 都在创造价值 都在就业啊 所以呢 趁着失业去学习 自我提升 只有让自己越来越值钱 才能彻底地摆脱这种失业的焦虑啊